大家好 今天分享一道泰國的特色菜 女婿蛋 其實就是酸甜炸雞蛋 這道菜式相傳有估計 就是泰國的媽媽會做來給自己將來的女婿吃 用來警告女婿如果對自己的女兒不好 她的蛋都會遭到比較炸的下場 但實際上大多數泰國媽媽都會做這道菜給自己的小朋友吃 因為她的酸酸甜甜很清新 亦都很適合小朋友的胃口 首先看看材料 如果迎合香港人的口味的話 辣椒放的份量就已經減了很多 好 那我們開始準備材料 首先將雞蛋放入滾水煮9分鐘後撈起 然後放入冷水去殼 今次不一定要用冰水 正宗的做法其實應該用全熟蛋 我就希望蛋黃還有少少鮮黃色 所以稍微煮短了一陣 不過大家如果想用糖心蛋都可以 只需要將煮蛋的時間縮短至6至7分鐘就OK 然後將雞蛋晾乾 放入滾油炸到外皮金黃色 撈起後對半切開 香茅切成段將它拍扁 由於煮到它出味後便會扔掉它 所以頂頭的部份都可以照用不用浪費 紫天椒切碎 青檸炸汁 中鮮糖就當它像切薄片一樣切碎 目的是等待會容易容易 中鮮糖一般在印尼或泰式的雜貨店有得賣 它又叫做椰糖 就這樣吃的味道是有點像椰子糖 但是如果配搭一些濃烈的香料 我個人就覺得它的味道不是非常突出 所以這道菜如果用砂糖去代替它的話 味道的分別都不是非常大的 羅望子醬一般都是在泰國或印尼雜貨店有賣 通常都是一支支玻璃瓶 但是我那天找不到 所以就用了羅望子糕去代替 不過它的問題就是會很稠 還有有核在裡面 而羅望子就是一種主要生長在印度 東南亞和非洲的水果 個人覺得味道類似加應子和酸梅 通常當成水果的即食或者做香料 那我們就預備醬汁了 鑊到開火 加入青檸汁 羅望子醬 糖 魚露 和水 煮熔 放上香茅下去煮多它起碼5分鐘 因應自己吃辣的程度加適量的辣椒下去 煮多它一會兒 然後關火拿走香茅和羅望子糊 淋上醬汁 散乾蔥 這樣就大功告成了 今次的分享就到這裡 希望大家喜歡吧 我以為大家留意 呢?